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正重审五国自1962年开始 以每千加轮三千的价格向新加坡攻进深水协议的问题 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那都是法尼拉解释 有关协议早前在前首相敦马哈尔执政时期已经存在 他回应 无论如何 政府已经重新审查现在所有的协议 他是在出席2024年大马水务专业大会和展览主持开幕典礼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早前 马哈尔执在社交媒体上指出 我国至今依然以每一千加轮三千的价格售卖生水给邻国新加坡 然而如今市价为每一千加轮四十五千 因此新加坡每年从我国享有三千九百万令吉的生水补贴 长达六十一年从未改变 根治一九六二年签署的第二份水工协议 新加坡以一千加轮三千的价格向我国购买生水 同时我国以每一千加轮五十千向新加坡购买回处理过的净水 而这份水工协议将会在二零六一年届满 为了让我国竞争产业进军全球出口市场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达德士阿玛杰叶促进马拉机构 继续探索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潜力的竞争领域 同时表示大马竞争产业的投资将对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翻倍贡献 除了从地上的工业市场上的工业 我们必须拥有潜力的产生 在年代的工业市场上的工业 在年代工业的工业市场上的工业 是在工业市场上的工业市场上的工业 村及区域发展部大会上这么表示 据了解我国去年的新增出口额达541令吉 仅占我国总出口的一小部分 因此政府将通过2030年新增产业总体规划 致力提升新增行业能力 创造对商家更有利的增长环境 为了进一步降低大专生的生活成本负担 通讯部宣布推出价格不超过30令吉的 紫敏大专生预付配套 即使数据最低30GB 有效期为180天 通讯部长方便指出 有关配套是特别为进入指定公立大专 和公立技能培训机构 身造的中学毕业生额社 Pakej Rahmah Prabaya Siswa this prepaid Rahmah package for tertiary students boleh dilanggan mulai 16 Ogos 2024 menerusi 5 syarikat penyedia perkhidmatan telekomunikasi Cellcom DG, Maxis, U Mobile, TM Tank dan YES oleh YTL Communications Pakej ini ditawarkan pada harga lebih rendah iaitu tak lebih 30 ringgit dengan minimum permulaan data sebanyak 30GB untuk tempoh sah laku selama 180 hari 他是在部城出席大马公共关系学院 职办的道德与责任沟通会议上 宣布这项消息 发明补充 电讯服务供应商公司 将在近期宣布有关 预付配套的详情 民众可通过通讯部官网查看 获选公立大专和公立技能培训机构的完整名单 他强调 政府没有为该配套支付任何费用 而是电讯公司特别为大学生降低收费 国会相议院昨天三读通过 2024年大马检察站和边境机构法案 内政部副部长达德士 桑苏阿诺表示 该法案旨在强化执法人员 在边界保护与管制方面的职能及权力 并对相关事项作出规定 跟职讯部官网查看 他表示大马检察站和边境机构将接管移民局和关税局在边境关卡的工作 并重申该职能接管不会影响入境处以外的相关机构或部门 9号内政部长德德斯伊塞夫林向国会提成大马检察站和边境机构法案 以成立该机构并深化边界保护与管制方面的职能及权力 教育部对于新加坡志愿者到我国教授英语的计划表示欢迎 部长 Valina指出该部目前正在研究这项计划的建议和执行方式 以追悼符合现有政策和条规 KPM juga akan mengenal pasti sukarelawan yang mempunyai kelayakan tertentu bagi menjamin kualiti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inisiatif seperti ini pernah dilaksanakan oleh KPM dengan melibatkan tenaga pengajar dari negara maju seperti Australia, Amerika Syarikat dan Korea Untuk maklumat Ali yang berhormat, di bawah p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2013, 2025 dan dasar memartabatkan bahasa Melayu, memperhukuk bahasa Inggris KPM melaksanakan pelbagai inisiatif dan program pembangunan profesionalisme untuk guru yang mengajar bahasa Inggris Fadila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沙白安南区国会议员Kalem Sanan的提问时说 该部主要会从教育机构的角度进行研究 以确保该计划符合现有的政策和条规 她表示,首相Rosana与新加坡总理黄神才禁止磋商 以两国外交关系形式建立一项志愿者计划 并派遣志愿人士来我国教授英文 而这全是由新加坡政府资助 这项计划旨在帮助提高贫困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 包括沙巴和沙拉越学生的英语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apa yang terkesan? Petani, pekebun kecil, nelayan Kita bagi duit RM200 Baik, cadangan kita Supaya subsidi diesel Jangan bagi kepada golongan maha kaya Dan orang asing Kita kebanyakan tak pakai diesel Pekebun kecil pakai Nelayan pakai Pemandu teksi pakai Bas sekolah pakai Kebun, pekebun sayur Termasuk Cameron Highlands pakai Semua itu kita bantu Bagi Wang kepada dia Supaya dia tampung kos Beli diesel Yang kita tak bagi kepada siapa? Syarikat-syarikat besar yang untung RM100 juta Yang kita tak bagi kepada siapa? Ini yang duk curi diesel Bagikan kapal nelayan asing Yang kita tak bagi kepada siapa Penyeludupan yang kita dah baca hari-hari Seludup dapat tangkap RM30 juta Seludup dapat RM20 juta Bila kita perkenalkan subsidi Penyasaran subsidi Kita boleh selamatkan RM4 bilion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BTV Mandarin at rtm.gl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一名大道特使经营公司 总营运长 因涉嫌收取超过 三十万令吉汇款 遭反贪污委员会 逮捕入查 反贪污调查组 高级主任 达德士亦 證实此事 同时援引反贪污 法令调查此案 反贪污委员会指出 嫌犯是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 在十五号晚上八点左右 前往反贪污总部 陆供时被捕 据了解 该名男子涉嫌在 巴生谷新建价值 六十亿令吉的 高速大道中 从公司持有人 收取超过 三十万令吉的贿金 嫌疑人昨天被邀往 布城推示庭 推示 Eriza批准 严扣嫌犯 四天至十九天 同时援引反贪污 法令第十六条 A款A项条文 开档调查 霹雳州总警长的 多阿吉吉证实 涉嫌二十五岁女子 Norfarra失踪遇害案 而被逮捕 驻查的嫌犯 是隶属霹雳州 穆亚林警区 士林河的警局的警员 阿吉吉指出 该嫌犯现年二十六岁 警戒为巡掌 加入警队才五年 根据调查 相信是死者男友的嫌犯 在调查期间 已带领警方 指出真正的 案发地点 阿吉吉指出 他今天在霹雳州 警管俊乐部 所举办的霹雳州总警长 职权移交仪式后 在地者会上 如释指出 除了农历新年外 中秋节同样是一个注重团圆的节日 为此本地创作型网红郑兵燕与大马鹤岁女王王舍金 携手推出中秋单曲月亮圆来团圆 两人表示这首歌曲不仅是为了向民众传递节日的喜庆氛围 同时表达了对家人朋友以及另一半团圆的重要 为了向社会传递中秋节团圆的重要 创作型网红郑兵燕与大马鹤岁女王王舍金 联手合作 推出成型中秋节单曲月亮圆来团圆 这首歌曲由郑兵燕包办此曲创作 并邀请到知名音乐人维希担任编曲 郑兵燕表示 选择创作中秋单曲是希望除了农历新年或其他传统节日外 评众对中秋节有多一个歌曲选择 首次挑战中秋歌曲的王舍金认为 农历新年与中秋节的曲风同样拥有轻快旋律 让人朗朗上口 唯一不同的是这首歌曲更为温馨 能够唤起人们对中秋节的美好记忆 我个人觉得团圆不一定是亲人的团圆 包括爱人的团圆 朋友的团圆 同事的团圆 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点甜蜜的成分的 所以我找雪晶来 就是很甜的感觉 男女对撞 男女对撞 就是男女朋友也可以来团圆 是 对 希望大家就是 透过节日 然后有这个主动跟冲动去送礼 因为其实中秋节是一个很好送礼的一个节日 那希望可以增进大家的感情 首次合作的郑冰厌与王水晶表示 双方的理念都很相似 两人都因为新年歌而展开知名度 想借此摆脱社会对他们 只会演唱或创作贺岁歌曲的刻板印象 我接下来的话会配合国庆日 会有一首马来西亚美食的歌曲 那我接下来就是因为拍完 刚拍完一部贺岁电影 然后当然也会进行我的贺岁传机 然后继续地守着我的承诺 就今年会有贺岁传机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此外 真名愿和王水晶透露 之后将会为歌曲推出舞蹈版 同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合作 RTM采访报道 新闻卫生为人送上大马创作型网红 真名愿与大马贺岁女王王水晶 推出的全新中秋节单曲 月亮园来团圆 我是朱铭鱼 Sala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今天的月亮园 我们又再见面 智悦冰箱油天 笑容挂嘴边 星星在这眨眼 赶快许个心愿 祝福你每天 快乐似神仙 月亮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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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团圆 不管多疲倦 诉说这思念 月亮园 月亮园 让我们是个心愿 不管有多远 今天我们来团圆 今天的月亮园 我们又再见面 智悦冰箱油天 笑容挂嘴边 星星在眨眨眼 赶快许个心愿 祝福你每天 快乐似神仙 月亮园 月亮园 让我们一起团圆